那麼我們現在進到簡報第10頁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昨天還有一部分沒講到的 我們來把它繼續完成 那麼首先第一個 我先跟大家補充一下 就是它的這個所謂的專案的尺寸的部分 像我們Eddie Printer 它預設的話 其實它的專案尺寸是1280跟720 那這個是等於說老師 日後做出來的影片的解析度 對 但是呢 其實以教學來講 1280x720是夠 但是如果老師有注意到我們現在那個YouTube 你如果進到YouTube 我們一般在看影片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隨便找一個 這個 先點一下 您看到這個地方 廣告好像一定要看完 內容不用看我們看這裡 來這裡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是因為 之前的話 之前的話我們如果是720P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1280x720 以前在這裡 後面就有兩個紅色的字 叫做HD 但是應該好像從去年還是前年開始吧 因為大家頻寬增加了 然後影片體積越來越高 所以這個好像被除名了 所以要到1920x1080才叫做所謂的高畫質 那這個其實 在教學現場來講 如果您是錄影片是還OK 但是如果您覺得說 我覺得需要讓同學有更好的品質 其實我們是可以改變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臨時性的改變 也就是說軟體預設值還是1280x720 但是我現在突然想到我要做比較高的 那您可以從這個地方 從這裡有一個叫做設計 有沒有在我們上面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設計 按下去 找到最右邊 找到最右邊 這裡 設計 有沒有換燈片大小 這一個 按下去 老師有注意到的 現在是1280x720 對這是軟體裝起來的預設值 那如果你要改變 你可以直接輸入 也可以從上面這裡 是不是直接點開就好了 右上角這裡 直接點開就可以了 有沒有 1920x1080 從設計 你從這個設計這個選單 點進去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這個是臨時性的做法 等於說我專案開出來了 我再來改 那麼老師您改完了之後 你不用做任何的改變了 因為呢 它不只是把你的畫布 也就是我們的版面放大 連你裡面的內容跟著一起放大 所以當我按下去之後 你感覺起來應該什麼都沒有改變 對不對 這樣對我們來講是比較方便的 因為如果說它今天只有版面變 然後裡面內容沒有變 你不是要再重新縮放一次嗎 好所以這個是臨時性的改變方式是這樣 那如果呢老師你覺得 欸不行不行 我以後都要做這個 Full HD的這種高畫質的 那麻煩你到 左上角這個Logo Active Render這裡按一下 就是以前我們講的檔案啦 你看在這個Logo按一下之後 從下面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偏號 偏號設定 從這個地方 你把它按下去 好現在呢你在下面這裡就看到啦 有沒有一個預設的工程大小 你就直接把這裡改掉 那我們在後面一樣 它有這個 欸我看一下 啊這裡沒有 就要自己打喔 1920x1080 欸有啦有啦 抱歉 按一下預設大小就好 我突然忘記了 這樣比較快 有沒有 自己選 所以這樣子呢 下次你只要開一個新的專案 就是1920x1080 這樣就整個囉嗦啦 有時候你忘記了 你還要回去再改 是比較麻煩 所以 如果可以的話 我當然是建議老師 你就錄1920x1080的 當然不可否認檔案比較大一點 好但是 這個就看老師的解析度 如果你的筆記型電腦 可能是只有 就是 13 應該是1330 1080x1080 如果你是 只有那樣解析度 大概用1280x1080 會比較適合 但是如果 你在電腦 一般的PC上面 或者是比較新的 Notebook上面 其實 用1920x1080 都是預設的 就是這個 螢幕尺寸 會比較OK一點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樣會修改的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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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